看到一些狗被链子 然后有些是铁链勾着 然后已经勾到见鞋 有一些是被铁丝弄嘴巴 然后有一些是被关在箱子里面 就是看的时候其实会蛮难过的 但是他们还是会对你一样的热情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这么喜欢狗的地方 因为不管你对它怎么样 就是他好像哭 目睹一切让它忍不住哽咽 许光汉日前响应2020毛起来爱 生命园区救助计划亲自造访屏东 看望身心受到创伤的浪浪替他们发声 你感觉他是觉得我不是他认识的人 他结果他又回去 那我就会放一点食物给他 那这样一天一天一天过去 有一天就是一个台风天 那我在家里就想说这么大的雨 大雨这个五个小孩 还会坐在那里等着就对了 我就跟我义公说走我们去看看 真的他就是还在那边等着 还在那边等 其实他们在等的只是一个拥抱 他会要花很久来跟你们适应 当然啊你看我喂他那么久 他都不接受我 所以这样的孩子 他的忠心程度是你无法想象的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不认为 所以我们回来以后 我为了让他接受我们 我为了让他自己一个独立的空间 每天进去抱他摸他跟他说 你来到这边你安全了 我们会很爱你的 让你放心你放心就接受我们吧 他的表情我觉得你看他现在表情 一天一天 对对就是 对就一天就是有好 他一开始会给人摸 一开始还怕怕的不会 不会 就有受过伤 对对对对对对 即使被人伤骗全身 他们却总还是会愿意相信的 我每天大概四点多就骑船 那骑船会先把家里的狗弄好 然后五点我就会骑着摩托车 先去喂我们家附近的那些流浪狗 十六七年来大概就是这样子 都没有改变过 十六七年 对对每天就是这样 然后我每天就是喂 然后有一些狗猫 我们要帮忙做接渣 再来我有三个狗园 每一个狗园我都要去寻 对然后去照顾 然后有时候还要做生命教育宣导 其实很辛苦很累 但是我一直跟我的志工 或者跟我的工作人员讲 你的爱有多深 心就有多强大 对对 最成功的救援 不是把他们救回来 而是把他们再送进有人爱的家 每一只送养的孩子 就当成嫁女儿的心 你怎么惊吓谁 我就是要惊吓谁 你要不要来当我的女婿啊 女婿 是啊是啊 他们不会人类的语言 所以我们要帮他们发生 其实在我们园区每一只进来的猫 都有一个可怜的故事 有些我们知道它怎么来 就像你刚刚看到的那个脖子被铁丝绑的那种受伤的 那个嘴巴那个 对嘴巴 蛮多只都是这样子 那有一些 对不受夹断脚的 看了真的蛮难的 对啊对啊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怎么这么多人去做这些 这么多伤害 对啊我真的觉得 这条路走得非常辛苦 我就讲有很多你要去什么地方 哪一个你要放手 哪一个你该接手 那个每天你在做任何一个决定都在决定神秘的去做 他每天四点起来 然后要喂自己家里的狗 然后再去园区喂 喂他三个园区的狗 然后喂完 大概都傍晚了 傍晚还要回一些信件啊 领养的信件 我想说他哪有时间去赚其他钱 然后每个月开销又这么大 每个开销也要六四几万 所以我会觉得说 真的是需要大家的爱心去协助 然后帮助他们 帮助这些流氧动物有一些更好的环境可以生长 然后让他们能够好好的待到有人爱他们的那一天